继承车加价规则准备开跑 常搭车民众关切时候到 今年农历春节期间 在北北基地区搭继承车 每趟会加收30元 换座新竹是加收原价三成经费 其他线市则是每趟车加收50元 虽然春节加价金额都是比照往年 但时间有变 像是北北基去年连续加收费用13天 今年连同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跟屏东 都是从除夕前4天开始 加价共10天 还有新竹去年加价11天 今年只加到初五共8天 细看差别有人觉得福运当前 这样是不是赚到了 但小心春节搭车藏着暗黑 全台计程车加价费用都会内建在跳表机 就算是用APP搭车也相同 上头显示金额都是已经加过价 不需要额外给费用让乱象重现 为什么会有这个春节加价的部分 因为在往年以前 常常会有春节期间 既然车司机漫天喊价 那政府为了去杜绝这样子 收费的乱象 然后去制定所谓的固定加价 记得下车前能索取乘车证明 事后发现金额不对 打市民服务专线 查证数时 违规司机就会被公路法 罚9000到9万元 自保有秘诀 我都会跟司机报一下大概要走的路段吧 所以他应该也不敢乱绕 中游董事长也宣布 今年除夕前四天开始 直到初九油价只会跌 不会涨 原因在国际油价每桶约80美元 比2023年低一些 价格是按照环境走势调整 让今年有各种春节小红包 感谢各方贡献 报大新闻你是张开一创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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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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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